选台湾第一间 也是唯一一间 以培养专业外语人才为创校宗旨的学校 文早外语学院 校训为敬天爱人 除了教导学生专业技能 也强调品格教育 固分有五专 二级 四级 进修部 研究所等体制 为台湾专业外语人才的摇篮 欢迎来到我们的高度 欢迎来到温州 欢迎来到温州 大家好,我们在温州 欢迎来到温州 好吗? 其实文藻它跟一般的学校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的除了注重学业之外 它更重视的是平常的品德教育 我想这是很多学校想要强调 但是不见得能够做的那么样的彻底 那么样的完善的一个地方 那是怎么说呢 就是文藻当然是很重视课业 尤其在文藻武专的那个时代 我记得在那个时代呢 因为文藻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学校 那因为它通常都是要熊中熊女的分数 才有办法进来 所以要进来文藻是 等于说在国中都是班上前三名的居多 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功课就不错了 那进来文藻之后呢 它会选择文藻当然它是对外语非常有兴趣 所以等于说它功课不错 然后又对外语有兴趣 等于说它在这个学校里面 学的东西都是它喜欢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文藻它重视的不只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是只有课业 也不只是只有把外语讲好就好 另外它要重视你的品德教育 你作为学生呢 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学校 在学校里面是一个 就是才德兼备 等于说他的品性也要非常的好 这样子我们培养出来学生 到社会上才能够为社会 带来更多更良善的风气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人格修养课程 或是全人发展教育课程 跟全人教育有关的课程 这主要是在提供学生就是说如果你的 例如说伦理 伦理道德 尤其职场伦理的部分 然后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 都能够让学生能够在踏出校门之前 都能够学到这一些比较基本的伦理的概念 也就是他们具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他们踏出学校 他们在社会上 因为现在职场最令人 很多老板可能会觉得比较担心 就是伦理的问题不够好 可能这企业伦理之类的 那我们就先把学生训练好 让他们出去社会的时候呢 能够带给社会一个比较良好的风气 尤其在工作的部分 那所以说文早的老师呢 在教这个全人教育 或是人格修养这一块呢 他绝对不是用说教室的 我们这里的老师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是用言说 不只是言说而且是身教 等于说他是身体力行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像文早的老师上课 绝对不能迟到 也就是说如果这节课是 早上八点钟的课 老师一定要在八点钟打钟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在教室了 换句话说老师在下课时间 就已经在门口等待 所以说老师他必须要非常严格的 遵守所有的一些必要的规则 这个规则有些规则是必须 跟品德有关的 那老师就做给学生看 例如说老师他就是 把什么事情都做好 然后给学生的承诺 老师他也要遵守学生的承诺 那他给学生的一些 例如说规定或什么 学生也要遵守 例如说教教作业的时间 或者是说你要提出报告的时间点等等 这个都是让学生也看到老师这样子做 那老师要求学生的时候 老师就比较能够站得住脚 他可以说我老师都这样子做了 我上课都不迟到了 学生怎么可以姗姗来迟 拎着一个早餐进来教室 就是说我们就用这种研教 升教的这种方式 就并进的方式 然后来教导学生怎么样在人格上面 能够做这个修养可以做更高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是文早老师 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那很多校友也都是因为这样子 他非常改面学校这样的一个教育 让他们在外面做事的时候 会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谨慎 然后处事跟人家处事关系 可以把它等于互动非常的好 这些都是校友他们在踏出社会之后 才会慢慢发现说 原来在学校学的这一套 在社会上这么有用 而且他们这种这样的一个呈现 这样的一个气质的表现 都会得到他们自己主管的赞赏 所以说这都是很多校友 回来学校之后给我们的一些回馈 每年12月 有文早学生最期待的圣诞节系列活动 每年学校都会搭建10公尺高的圣诞树 以及象征耶稣诞生的马槽 以学生表演及诗歌音唱 进行庄严的点灯仪式 字幕志愿者 代表演 往年点灯仪式后还会释放烟火 但在2010年 文藻遭遇凡纳比台工肆虐 校方损失上亿人 在全校同学的共同清洁 整理并且募集善款后 激发出文藻人团建一新的精神 从此文藻的圣诞节点灯仪式 用一千人点灯 排列圣诞树或是星星的方式 取代了熏烂但却短暂的阴火 并且在每年的仪式里持续募款 援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文藻外语学院 诞生于民国57年 由天主教圣无数乐会创办 当时高雄逐渐发展成国际港口城市 对外语专业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 并邀请有教育经验与传统的国际信修会 圣无数乐会来高雄筹备外语专科学校 以第一位中国籍宣副罗文藻之名 而命名为文藻外语学院 其实文藻在民国55年成立 到现在算一算大概已经是46年的时间了 当初文藻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其实只有四个班级 四个班级一个班50个人来算的话 就是200个人 当时我们的正气楼 那个时候只有盖好一半而已 因为只有200个学生 后来才慢慢再盖另外一半 我们从200个学生一直到现在 46年后的文藻已经有9000个学生左右 从以前的只有4班 现在已经到了12个系 还有五个研究所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当然现在也有还有进修部 这都是文藻在历年这样子 越来越越茁壮越来越壮大 文藻外语学院 虽然是充满西方文化的天主教学校 但是文藻的校园 却充满浓浓的东方风格 在校园设计 校舍建筑以及教学上 都看得出勤俭 踏实的原则 即使新旧校舍交错 风格也依旧统一 营造浓郁的人文气氛 这早是由圣吴苏勒修会成立的 那这个修会里面的修女呢 一开始她们来到高雄的这一块文藻这块土地呢 当时它是一片荒芜 根本附近也没有什么商店 就是一大片的土地 那当时就看到这一块地 那时候修女她想来高雄创学 创办这样一个学校 主要是希望能够为高雄 能够培养一些外语人才 尤其那个时代 民国55年那个时代 应该算是台湾在工商业 非常慢慢起飞 茁壮那个时代 所以非常需要外语的人才 尤其在南部地区 又比较难寻 所以修女那时候就说 好 那我们就要来 来着重在外语的部分 所以当时我们成立的时候 是有英文 法文 德文 还有西班牙文这四个科 文藻培育学生的精神 就如同她的建筑一样 传统中求新求变 创新力也不忘初衷 老师与学生之间 一时一有的关系 往往是文藻校友毕业后 最难忘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学校 我觉得第一年 让我觉得最有乐趣的地方 就是上课的时候 然后老师一来呢 那个英文老师来呢 也是讲英文 然后老师就叫13 结果呢 13号没有站起来 30号站起来 老师就走过去说 You sit down and you stand up 然后那个stand up就开始哭 哭呢 老师就说 If you understand, say ye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ay no 那个同学呢 连no都不会说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那有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气 我就说No, no, no 然后老师就说 Don't be clever 不要自作聪明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一团混沌 然后就开始 老师在说什么 然后大家 老师就说 No Chinese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台语 老师就很生意说 No Taiwanese 然后两个乔生就开始讲 广东话 老师一气之下呢 就在黑板上写两个大字 English only 然后全班就好安静哦 可是一下课呢 全班都冲到前面去找老师说 老师你刚刚讲什么 你的题目是什么 作业是什么 一团混乱 我在学校是只有女生嘛 没有男生 那我们的体育老师是男生 这体育老师呢 是一位老先生了 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 我们就这样 比他的女儿可能还要小一点 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很爱逗老师 然后我就走过去跟他说 老师好 然后他就这样 嗯 然后我就说 诶 我给你问好啊 老师就说 我听到了 然后老师就瞪我一眼 我说 干嘛瞪我啊 老师就说 我没瞪你 我只是使劲看你 我们的体育老师呢 就是大家都很希望 被男老师教到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 哲学的老师 叫哲学概论老师 是男老师 很年轻 他一上课 就把眼镜拿掉了 他看到下面这些女生了 实在太恐怖 我们就开始 问一些 不属于课堂上的问题 不属于课堂上的问题 所以老师常会说 这个与本课有关啊 我们就说 有很大的关系 老师 我们决定呢 你讲得好不好 我们才要决定 继续要不要听 他说 老师就很生气 继续讲白马飞马 然后这个 一直讲他的那个理哲学 我们都不理他 不过呢 他考试的时候 倒是不错了 我们就会跟他说 老师你要考什么 然后就把一个红笔 跟那个书给他 老师你开始画重点 快点 然后那个男老师呢 看到这一群女学生 很恐怖嘛 其实我们刚刚年龄 也差不了几岁 老师就乖乖地 开始画重点 所以每个都考了九十几分 文早外语学院五专部 走过近四十年 在撇出无数的专业语文 与商业人才 因以台湾高等教育 转型的需要 更增设了二级 及四级部 也陆续增加了许多科系 四级部除了英文 法文 德文 西文 日文以外 还有外语教学系 班语系 国际企业系 国际事务系 应用华语文系 值得一提的 还有文早华语中心 不但可以让校内的外籍生 接受专业的华语训练课程 也开放校外学生 以及社会外籍人士 学习华语及传统文化 在文教创意产业学群中 还有数位内容应用与管理系 以及传播艺术系 学校提供了专业的 摄影棚及录音室 让学生可以自由练习 并尽情发挥创意 近年来参加全国比赛 皆有优异的成绩 每年的毕业制作 及成果发表 更是学校的重头戏 每年5月都会在 博尔艺术特区 青春设计节展出 两系的学生 近年来在毕业后的发展 也相当令人期待 已有多位毕业生 在知名动画公司 及各大电视台 和广播电台 发挥所学 因为身为语文专业学校 文早的图书馆 也有大量的各国语文藏书 提供师生查询资料 五楼的媒体资源中心 收集世界各国的电影及影集 学生可在媒体中心内观看 也可自由租借 跟备有小团体观看似 可与其他同学一同欣赏 文早它要越来越成长茁壮 也要呼应这个社会的这些脉动 那当然下一步就是要 把文早外语学院 改名为文早外语大学 那当然是呼应很多考生 呼吁很多社会上 对我们的一些期待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文早怎么还没有改名成大学呢 那当然这是我们 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那以后呢我们改名成大学之后 那当然文早又有更大的视野 可以提供给全台湾 这些等说需要这外语人才的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培养多更多元的 不只是他们具有外语能力而已 他们还有第二个背景 例如说有些学生他比较喜欢商业的背景 我们就有强化他商业的这个课程 尤其学生对外交这个领域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强调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课程 有时候学生呢除了有一个外语 为他的主轴之外 当然也有部分学生他有第二外语的专长 那再来我们再增加一些 他的一些专业的领域的培养 所以让这个同学呢除了有外语 然后也有外加专业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强调这个全人教育 让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多元的人才 那在这个社会上那么高度新增的一个社会 才能够立足在每一个企业当中 那当然才能够为国家社会奉献更多的行李 走过近半个世纪 文教秉持着3L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Life Language Leadership 把个人特质的培育 语文能力的专业及国际观 还有领导服务社会人群的教育目标 持续传递给更多人